一个神奇的游泳池 只要一口气游25米 就可以把自己最爱的人换回来 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叫做 最长的25米 阿亮是保险公司的一名员工 他有个十分相爱的女友 但是一次回家的途中 俩人出了车祸 女友更是在车祸中直接身亡 而阿亮醒来后 完全不记得出车祸后的事 还常常梦到自己在一片游泳池里 主治医生给他带了恢复记忆用的药 但还是没什么效果 阿亮对此事耿耿于怀 两年过去了 还是一直无法忘掉女友 一天面馆老板的儿子出了车祸 负责理赔的阿亮来到面馆老板家 只见夫妻俩一副憔悴的模样 老板娘伤心的哭诉着说 他不想要什么理赔 他只要自己的儿子活过来 同样痛失所爱的阿亮十分同情他们 所以竭尽所能帮他们办理赔款 但他连续好几天上门拜访都被拒之门外 他不得已只好去面馆找人 却发现面馆也关门了 正疑惑的时候 他看见老板娘搭上了一辆计程车 这大半夜出门必定是有什么猫腻 察觉不对劲的阿亮赶紧跟了上去 计程车来到一栋废弃的宅子后就停了车 老板娘下车后就走了进去 阿亮赶紧下车跟上 却没想到跟丢了 就在他四处寻找的时候竟然发现 老板娘想不开的站在游泳池边准备跳水 这人命关天的时刻阿亮可不能见死不救 他赶紧飞奔过去救起老板娘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把阿亮吓了一跳 老板娘竟然神奇的变成了他死去的儿子 阿亮将老板娘的儿子带回家中 老板跟阿亮说 前几天老板娘告诉自己有一个神奇的游泳池 只要一口气游25米 一边游一边呼唤自己最爱的人的名字 出水的时候就会变成对方 而自己则永远消失了 老板娘想用自己换回儿子 但是老板根本不相信这些传说 无奈老板娘只好趁他睡着 自己悄悄的溜去了游泳池 这才有了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 只是没想到游泳池竟然是真的 听完老板说的话后 阿亮回家就开始练习憋气 他也想将女友换回来 终于他练好了憋气来到了游泳池边 将俩人的照片和女友的衣物放在游泳池边 这样一会儿换回来后 女友就不会忘了自己 他抱着赴死的决心走进泳池 毫不犹豫的猛憋一口气游了起来 只是水下的场景有几分熟悉 和他梦中的画面十分相似 他在脑海里不断回忆着女友的画面 一边游一边想着他的名字 终于25米游完了 但是冒出水面的阿亮 并没有如玉器一般变成女友 这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失去希望的阿亮更加痛苦了 而就在阿亮看不到的草丛里 一双红色高跟鞋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原来两年前在车祸中死去的并不是女友 而是阿亮 醒来的女友十分痛苦难以释怀 在听说了游泳池的事之后 果断地选择了要将阿亮换回来 于是来到游泳池边 正如阿亮深爱女友一样 女友也深爱着她 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着这样的游泳池 你会想换回谁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这是编詞的